孩子对甜食总是难以抗拒 但吃得过多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今日英国的一项研究结果就让人大吃一惊 麦片 饼干 酸奶 果汁 您知道吗 从两岁开始 英国儿童的平均糖摄入量 就超过了标准限制的三倍 到了十岁 平均每个孩子就已经足足摄入了308磅 约合140公斤的糖分 从平均数据看 英国儿童在十岁时 就已经摄入完了他们18岁前应该摄入的正常糖量 而这又和如今普遍存在的青少年肥糖 以及儿童和青少年二型糖尿病的发便率增加 脱不了干系 为此英国的卫生部门正在大力做家长们的工作 他们希望通过家庭中的成年人 帮助孩子们改变饮食习惯 用低糖酸奶 饮料或者麦片来替代高糖食物 事实上孩童时期的饮食习惯也会影响一生 比如经常给孩子喝果汁 也会导致他们慢慢形成爱吃甜食的习惯 而且孩子们下意识地会认为自己喝的东西本来就应该是甜的 因此成年后他们也会在日常喝的茶里放更多的糖 从更长远看 儿童时期就肥胖的孩子一般在长大后会依然处于肥胖状态 并导致他们日后得癌症与心脏病的几率增加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肥胖的 qualify行不应该是 connectors Soup 感谢观看